大家好,我是莉莎 这一期的话题是这个百合花开败之后要怎么养才能让它复花 我发现这一期视频参与的花友不多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养百合的人不多 还是我问的方式不对 反正下次要改进 先来看一下花友们的留言 这个花友猫咪说它的百合花开败之后 为了不浪费养分 把它花后要结种子的那部分掐掉 让它继续生长 这个花友年静说把枝干都修剪掉 种球留在土里来年还会长出来 我是弟子爱的,用参考 这个花友开心果说 我的百合花卸后剪掉枯萎的叶子 准备让它第二年继续长 这个花友成都爱花人士说 我的百合花开败之后 我会把开败的花给剪掉 然后养叶一直到叶子枯萌之后 从这个底下把它剪掉 第二年它就会自己长出来了 总结了一下 我发现花友在它开败花之后会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花开败之后 及时把这个藏花给剪掉 第二就是剪掉之后正常养护 等到它的这个枝叶枯萎之后 再把这个金干给它剪掉 但是有些花友不会剪 我建议的话还是最好剪掉 然后就是把这个总球留在这个花盆里面 第二年它又会长出来 这些做法的话都可以让这个百合第二年复发 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花开败之后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球养得更大 这样的话来年开的花就会又大又多 但是我发现有些花友的这个百合来年开花的话 这个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少 这可能就是这个球在慢慢的变小的原因 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球更大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在养球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多施这个领甲肥 领甲肥就是撞球的 第二呢就是不要把它搬着去爆晒太热的地方 把它摆放在比较通风 然后只能晒到早上或者傍晚太阳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延迟这个百合休眠 它的这个枝叶全部枯萎之后就是一个休眠的状态 如果延缓的话 那么它这个枝叶就能进行更久的这个光合作用 就能把这个球养得更大 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好了这一期话题就聊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的话题是 你的绿螺夏天会放在哪里养 是南阳台北阳台还是客厅长得怎么样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